好 带您看到社会消息 在这个月呢 售风箱才发生了有军人骑车酒驾 载女儿导致自撞 酿成了两死的悲剧 没想到现在却还是有人学不乖 节安分局巡逻远景17号的凌晨5点左右 再一次的逮到有军人酒驾 那么对方骑车虽然想逃 但是也逃不掉 那么酒侧达高达了0.50 当场遭到警方 一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经过时间路口警车减速慢行 但是横向一部机车 向一阵风骑得飞快 引起警方注意转弯追上前 远近一脚油门鸣笛展开追逐 但骑士根本没在怕跑给警察追 还把玻璃市大人逼到死路 没路了 往进去看 继续看 继续看 好 我来 我来 你要去哪里 我回家 是喔 那证件看一下 骑士一流烟躲进自家一楼停车场 但人被警方查获 马上飘出浓浓酒气 有喝就承认 可以放过一次吗 当然不可以 因为我已经到家 酒驾到家了等于没有酒驾 这种歪例警察当然不服 果然一测酒测值0.5已经抽标 而男子之所以这么紧张 恐怕也是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你是军人吗 不是军人 因为我刚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在抓我 怎么可能 原来他是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黄信上兵 17号凌晨5点多 他车夜喝酒后竟然还骑车回家 路上很不幸运遇上巡逻远警 因为路口没减速被警方盯上 即使他已经停进了停车场 但停车场属于大楼公共空间 非私人区域警方仍然可以依法执行 旁查过程中闻到其实有浓厚酒气 经酒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于是依涉行公共危险罪逮捕 并移送花林地检署侦办 现役军人酒驾拒检 以为躲进停车场就可以躲避刑责 最后还是被依法救办丢了饭碗 继续通报道